有時教學們問說對於發展一個對於自己本科無關的領域知識 有沒有什麼建議的方式 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要解決一個你在生活上面 或在你本科的研究工作裡面實際上面碰到的問題 那只要是解決具體的問題 你要掌握任何知識的時候 你就會掌握跟你那個當下情境有關的部分 那樣子才能夠記得住 因為我們在學習的東西的時候 是把腦裡面覺得應該是這樣吧 跟實際上是怎麼樣的這個新的資訊的Delta 就是它的有差 誤差的部分去記這個誤差 那當這個誤差太大的時候 其實學習是沒有效率的 也沒有辦法編導 所以這個情況下 最好就是說你有一個具體的需要解決的情況 舉例來講像我們教程式語言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叫Lina Lucas 她教RELS 那但是她有一陣子是專門教女性怎麼樣做開放硬體的專案 那她就非常會她的一個實際的教案 所以她去問大家生活上的痛點是什麼 但是跟寫成詞都完全沒有關係 那而且他們也都不是寫成詞 也都不是一共背景的朋友 那就有一個年輕的媽媽說 這個她的小孩有分離焦慮 那任何時候她只要出去 就算只是雜貨店喔 如果我抱著她一起去的話 任何人安慰她都沒有用 我會哭 所以她的生活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且小孩越來越重 那總不可能一直抱著 所以意思就是說 她想要一點她的這個移動的自由度 那後來呢 他們的解決方案非常的簡單 因為她會帶運動手環 所以她就只覺得 剛剛好足以把她 踏了幾步去那邊 跟踏了幾步回來 顯示在這個LED面板上面的那一點點的程式 所以她不是去理論性的學程式語言 她只解決這一個單一的問題 那大概兩個禮拜最多她就寫出了這套程式 寫出來之後 真的問題就解決了 因為小孩就會在那邊看數字 就是說她開始數 這個媽媽去500步之外 600步之外的地方 要開始看到一人到600 然後600再扣回到0 那到0媽媽就會開門就會回來 那所以這個中間就變成一個叫做過渡課題 一個transitional object 就是這個LED面板 變成了她想像中 這個她陪著媽媽一起走路的那樣子一個環境 那真的就解決了 分離交流的問題 那像學到這個程度的程式 不管你之前有沒有接觸過任何程式語言 大概兩個禮拜一定都可以學得回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真正是解決痛點 所以她節省了她 可能每天節省幾十分鐘的時間 那這樣她多出來這個時間 你又可以再多花一點力氣 去掌握這個 所謂的本科無關的領域指示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virtual cycle 而不是變成說 好像你完全無關的 你要強迫自己去記憶 那這個每天的時間又更少了 睡著又更少了 睡著更少的情況下 又不容易記住等等 所以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好 好